那Reboom对阵WPG的第一局下半场 因为上半场是打了一个四跑 然后这边的话 Reboom是全员飞轮 除了大副以外 三飞轮 他们是笃定老杨会打一个鱼女吗 那这波女巫 也不一定 因为带飞轮的话 更适合来卡狗 这个倒不太好说 但老杨这个女巫我觉得其实还可以的 这个女巫拿出来 上来抓人 也不会特别慢 他比如抓个勘探员 抓个祭司 我觉得都可以 他只要在一分半之前 能够击倒人 怎么地保一个没什么问题 保平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 虽然说这刀阵容看上去 很能打对吧 很凶残 上限很高 但这个阵容他脆意 但凡中间被老杨抓到一波节奏 有可能对吧 这里的话上来抓勘探员 第一波信徒往前挡住 然后这边往后包 封住你前去的路 然后呢 从后面包过来 这里 但这边想白嫖一刀有点难啊 切信徒过来 然后那边寄生信徒也过来了 压着压着压着 两信徒包夹 看这个位置怎么包 一刀直接削信徒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拉脱以后来放狗 这波的击倒 主要是看画画 这里的看待员 看待员回头了 挺好的 老杨这边想拉一个自动跟随 拉一个自动跟随 但拉着拉着拉着 拉到了一个洞里面 问题嘛 也不是很大 这边的话走位 顺便骗了块怀表 扎是挺扎的 这还要骗块怀表 这边的话用狗 但是看待员提前 交了一块磁铁来断狗 再放狗 咬中 那看待员该倒还得倒 因为他没有磁铁 然后这边没有足够多的交互点 供他来进行卡狗的吧 这边的交互点应该不太够 人拉开 拉一个自动跟随 包过来 哇 这边的狗已经卡掉了 你别说 这波画画 牵制的真不错呀 再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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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没打中 回头砸个板 不幸图 那牵制已经打出了一个巨大优势了 这波牵制打出了一个巨大优势 核心还是在于 这边还能交块磁铁 核心还是在于前面那波 磁铁断了这只狗 一个击倒需要两分多钟 我觉得老杨这个时候应该是考虑如何留一个了 如何留一个了 两性图再包 这边的话吃个寄生刀 好的 虽然说吃了个震慑 但是寄生消了 你这边的话没有更多的寄生 求人者这边的话要准备四跑 我们算一下 第一波救人 救完第二波救 他不可能一波救人机子就压好 所以你要第二波救呢 待会就是一个上挂飞的勘探 上挂飞的勘探的话 老杨这边大不了切个闪流勘探 我觉得也是一个 就也是一个三跑 他不太能成立一个四跑 他要第一波救人就压好机子的这种呢 有可能 大洞先给你打掉 看见大富了 加薪 不摇怀表吗 我觉得摇快怀表吧 对 摇个怀表呢 吃个震慑 你也把人捞下来 万一没摇怀表吃个震慑 这不就出大事情了吗 对吧 这么大的优势 先摇个怀表 确保稳扎稳打能把人救下来 这的话老杨这边是想要切闪 去追节奏 他似乎好像不想管这个勘探员 他想要留大富 他觉得勘探员有四跑的可能性 你这个大富是个白板 我就转手留你大富了 这一波他的一个换抓是选择了 不要这个大富 不要这个勘探 这勘探员开门战有四跑能力的 对吧 我这个时候留一个 我就留你这个大富 大富这边 良性图包夹 我吃你寄生吧 卡住了 哎呀我把自己给卡住了 球者这边能不能给大富翻个道具什么的呀 你倒没打中 那边的话看待员的信徒也消掉 大富这边的话进墓地 白板大富 密码机点亮 往死脚躺 进墓地 三是有了 三应该是有了 球者这边的话 不贪的话 跑个三个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这么大的优势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呢 没什么想法 走了 开门 走了 也可以吧 这个三跑 我觉得 两边都能接受 因为老杨他那边 后面回手去抓 这个大富 就是已经在干嘛呢 告诉你们 我就要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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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注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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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